《猎女人质图》为顾凯之创作的绘画 现存北宋十七模本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顾凯之是东信杰出画家 也是最早的绘画理论家 人们称他为画觉、文觉和知觉 顾凯之注重表现人物精神面貌 尤其注重眼神的描绘 此图内容为汉代流向古《猎女传》第三卷 《人质传》中的人物物史 画面现存十段共二十八人 每段上还书有零零集送词 画下上用线较为粗健 依着部分亦有晕染 体量感较强 《猎女人质图》共收集十五个猎女故事 其中楚武邓曼、曲慕夫人 曹熙世妻、孙朔敖姆、靳伯宗妻、林宫夫人 靳阳书记七个故事保存完整 《猎女》画面从开篇的第一个女性人物形象 面向左侧开始 每一组故事情节中 或两两对视 或三人成组 人物都是面部相对呼应的 利用眼神进行传递情感 如为公身体向右方行进 而头部则向身后的曲慕夫人的方向固盼 形成了一组生动的画面联系 此种回眸固盼的方式 在此简中运用多次 十四米多长的卷轴 毫无声色分割之感 完全统一于一幅画面中 另外 仔细沿度每个人物形象的眼部细节 眼神透出不同的神态 这正是传神写照 正在阿渡之中的表现 女性人物形象的翩翩细腰 配合一纹的飘逸之感 带有风骨之感 画面充分体现了神与世的遥相呼应之感 完美的再现了气与风在画面中的结合 画面重视人物面部表现 并通过视线去联系画面各因素 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 不仅做到了画中人物有神 同时做到画面全局有神 生动 对人物精神状态的描绘 使形的描绘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 更进一步指出了以形写神的关键 达到了静静威 质广大的传神效果 恋女人制图其人物线条粗广流畅 造型准确 特别是对父女的描绘 体态轻盈 恶魔多姿 尤为绝妙 构图不举则与汉画像时一脉相成 从风格上基本忠实地再现了棋梁画风 具较高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图中有历代鉴赏印记 注入于多种画史 画目是珍贵的名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层用证则与汉画像时一脉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